大家好,实在是没想到,把鸡蛋淋入西兰花里 出锅竟然这么好吃 营养美味,全家都爱吃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准备一朵新鲜的西兰花 用刀切在西兰花的根筋部位 先一大朵一大朵的切分下来 再把大朵的西兰花给切分成小朵 切的时候注意一点,最好切在根筋的部位 这样花朵的部位就不会掉落太多,不会造成浪费 大小比平时炒着吃的西兰花要小一点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弄好,加入多一点的清水没过西兰花 放一勺食用盐,一勺小苏打 西兰花的形状比较特殊 花朵密度高,一朵一朵的挨着长 就很容易藏匿小虫子,会成甲质 洗的时候用盐能够刷菌消毒 小苏打能够泡出一些农药残留 特别是要下手捉洗几下 这样才能洗得更加干净 放在一边,泡上五分钟 再把西兰花给捞起来 重新倒入清水,把西兰花淘洗两遍 这样洗的西兰花就特别的干净了 现在起锅,倒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大火烧开 水开后,加一勺食用油 一勺食盐 把洗干净的西兰花倒进去焯水一分钟 蔬菜焯水的时候,加入油和食用盐 能够防止蔬菜预热变色 并且还能增加一点底味 营养也不流失 不用焯太久 一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空水 捞出来以后,马上放到凉水里面锅一遍 让西兰花冷却降温 然后再挤干水分 这一步操作呢,让西兰花再次蓬冷过后 不会变黄,能够保持翠绿的颜色 处理好的西兰花,装在盆中备用 这边准备五个鸡蛋刻入碗中 加小半勺的盐来入底味 少许的白醋去除鸡蛋心 用筷子把鸡蛋搅散 要多打一会儿,打成细腻的鸡蛋液 夹打成像这样用筷子调起 没有明显的蛋筋就可以了 另准备一个碗倒两勺玉米淀粉 再倒入100毫升的清水 用勺子搅拌开 搅成像这样很稀的淀粉水 直接倒到鸡蛋液里面去 再充分的搅拌均匀 蛋液和淀粉水的比例大概是2比1 加入淀粉水,这个鸡蛋液也能够好的定型 然后把鸡蛋液倒到西兰花里面 再次搅拌均匀 让每一朵西兰花都能裹上一层鸡蛋液 朋友们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伸出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 准备一个耐高温的模具 在底部和四面都刷上一层 使用油缝间 把西兰花鸡蛋液给倒进去 用筷子稍微整理整理 把表面铺平 让西兰花全部都浸到蛋液里面 盖上一层耐高温的保鲜膜密封起来 防止水蒸气滴落 用牙签或者叉子在保鲜膜上面栽一点小孔 方便透气 蒸锅里水烧开 西兰花鸡蛋放进去 盖上盖子 中火蒸上20分钟 趁这个时间来调一个蘸料 蒜末 辣椒 再来点葱花 调味加入食盐 鸡精 白糖 适量的生抽 香醋 喜欢吃辣的可以来两勺辣椒油 充分的搅拌均匀 这个特别香的蘸料就备好了 蒸制的时间到关火 闷上5分钟再开盖 用夹子把西兰花鸡蛋糕取出来 稍微放凉以后 刀扣这样鸡蛋糕就很容易脱模了 之后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切开里面看成型的非常好 西兰花还是那么翠绿好看 营养也最大程度的被保留下来了 切好后摆入盘中 调好的蘸料也放进去 就可以上桌开吃了 营养美味的西兰花鸡蛋糕就做好了 吃起来软嫩美味 营养还特别的丰富 老人小孩都说好吃 喜欢的朋友赶紧动手试一试吧 也别忘了先点赞收藏起来 怕你想吃的时候长不到哦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